这是陈后能混迹黑道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一众兄弟中伤生死未步 小龙女也下落不明 他脑中一片空白不停的抽着烟 山姬情绪失控 一拳一拳吹打着墙壁发泄 为什么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妈的 我现在就去砍死迷幻龙 陈后能胜其安慰 却被山姬一把推开 忍 你忍得了 我忍不了 我们出来混 难道要认认砍吗 山姬的话中似有责备之意 陈后能无话可说 众兄弟的死 他要负上很大的责任 山姬也知自己过火 稍稍冷静 难哥 对不起 是我太冲动了 说话间 正见吉仔推着一辆急救车赶来 山姬怒火再次被点燃 一把抓住了吉仔衣领 你妈的 你大哥砍死我兄弟 这笔账我先跟你算 吉仔一把打开山姬的右手 山姬 冷静点 不光你兄弟有事 小龙女都被那帮畜生轮奸了 陈后能大惊失色 奔上前查看 小龙女面色惨白 已陷入了昏迷 下体严重出血 极为虚弱 直接被送入了急救室 陈后能脑中晕血 不懂为何会搞成这样 小龙女惨糟不测 他更加确认 对方并未通风报信 欺骗自己 都是自己行动不够周密 害得他惨糟蹂临 山姬指着吉仔大骂 你个傻叉 我早就说过你大哥不是人 你还要跟他 吉仔无话可说 唯有低头沉默 山姬又道 吉仔 不如过档红星吧 跟着南哥 咱们一起干掉石柜报酬 陈后难道 吉仔 你跟山姬是朋友 我随时欢迎 吉仔缓缓点头 南哥 我知道你是好大哥 先搞定眼前的事再讲了 小龙女送一击时 总算保住一命 房中一片四季 没人敢献出声 不知该如何安慰 山姬吉仔故作轻松 小龙女轻轻一笑 似乎已走出了阴霾 这么多人来看望 大家可不可以先出去 我有点事想跟南哥单独聊聊 陈后难实在不知如何开口 两人静止了几分钟 小龙女泪水滚滚 终于打破了将军 南哥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害你 陈后难温意安慰 别傻了 我没事 你好好养伤 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报仇 小龙女黯然的 不用了 我以后都没练见人了 我从小孤苦伶仃 谁帮我都没用 小龙女从未与男人交往过 这次却被几十人一起蹂躏 让他如何承受 陈后能不断安慰 甚至提到了九文龙 想让他重新振作 小龙女缓缓说道 这个世界只有九哥对我真心 不过我可能无法报答他了 南哥 也多谢你这些日子以来的陪伴 虽然你不喜欢我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男人 小龙女语速越来越慢 有气无力 缓缓闭上了眼睛 陈后能顿绝不妙 一把掀开了杯子 眼前血红一片 他竟以割腕自杀 陈后能不敢相信 鲜血晕厥 是才小龙女的话中 早有寻思之意 是自己拒绝了他 才让他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一群兄弟 小龙女之死 全是因为自己 是我陈后能害死了他们 最不容输 若不干掉迷幻龙复仇 枉自为人 这一遍 收到小龙女 割腕允命的消息 米高仔又惊又喜 这下再也不怕社团调查了 迷幻龙却是双眉紧锁 他深知九温龙 与小龙女的感情 若是让他知道自己的恶行 他定会让所有人 替小龙女成命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永远也醒不过来 米高 你去动手 手脚干净些 米高仔冷汗狂流 先害死小龙女 再杀九温龙 二人都是三连高层 若是都算在自己头上 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锅 自己越玩越大了 迷幻龙恶行 已然让陈厚能的忍耐 到达了极点 开始全面部署复仇计划 他这迷幻龙奸诈 躲在老巢大铺 想要彻底干掉他 就要找更多的帮手 阿喜文的此人恶行 一分天鹰 这个扑街 根本就没把红杏放在眼里 阿南 放心吧 你要多少人 陈厚能说目 寒光闪闪 好 借我一百兄弟 后天就动手 我要让这个畜生 过不了年 得到阿喜之时 善计信心大振 陈厚能却仍不罢休 继续求援 他要一次性 彻底干死迷幻龙 今凤凰叶总会内 大飞见陈厚能归来 黑黑一笑 梁仔南 这么有空 请我跳舞 别来这一套 我早就收到疯了 不就是三连迷幻龙 干他娘的 陈厚能就是喜欢大飞 直来直往的个性 当下将一切一五一十的详细讲述 大飞听了怒火燃烧 连连怒骂 大飞 此人躲到了大蒲老巢 当前唯一办法 就是直接杀进去 我手下兄弟死伤惨重 忍受不够 还要大飞哥多多帮忙 大飞当即答应 义不容辞 两人素来交好 彼此也不用客气 陈厚能安排小妹 陈厚能陪大飞喝酒 今晚玩个痛快 后天再干死迷幻龙 有阿喜大飞相助 陈厚能如虎天意 试杀识跪 这夜向来寂静的码头 传来一阵隆隆的脚步声 伴随着凌厉杀气 陈厚能山击 大飞阿喜朝匹一众 大步走进 目标识跪就在前方 亮仔男 踩进我的地盘 我够了吗 陈厚能一手怒喝 识跪 今天我既然赶来 就没想放过你 找人帮你定好棺材吧 尼管龙狂笑不止 南哥就是南哥 果然大胆 不过有个人 包你南哥见到惊喜 幻音未落 人群中走出一条大汉 足足高出成人 一头犹豫 气势惊人 竟是九闻龙 陈厚能 想不到我会来吧 你杀我八妹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好吗 感谢观看